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半年 国民经济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 上半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成果 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生产需求继续回升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新动能快速成长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市场主体预期向好 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发展成像 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态势 初步核算 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 532167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12.7% 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5.3% 比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长18.3% 两年平均增长5% 二季度增长7.9% 两年平均增长5.5% 分产业看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8402亿元 同比增长7.8% 两年平均增长4.3% 第二产业增加值207154亿元 同比增长14.8% 两年平均增长6.1% 第三产业增加值296611亿元 同比增长11.8% 两年平均增长4.9% 从环比看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 一 下粮再获丰收 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 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3.7% 其中二季度增长3.7% 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 全国下粮总产量1亿4582万吨 比上年增加296.7万吨 增长2.1% 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 油菜籽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 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4291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23% 其中猪肉产量增长35.9% 牛奶产量同比增长7.6% 禽蛋产量下降4.1% 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亿3911万头 同比增长29.2% 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4564万头 增长25.7% 二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5.9% 两年平均增长7.0% 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8.9%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3% 两年平均增长6.5% 环比增长0.56% 分三大门类看 上半年采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2% 两年平均增长2.5% 制造业增长17.1% 两年平均增长7.5%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13.4% 两年平均增长6.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2.6% 两年平均增长13.2% 分产品看 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 集成电路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205% 69.8% 48.1% 两年平均增速均超过30% 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1.9% 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15.8%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同比增长17% 私营企业同比增长18.3%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9% 连续16个月高于临界点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7.9% 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4247亿元 同比增长83.4% 两年平均增长21.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11% 比2020年1至5月份提高2.05个百分点 3.服务业稳步恢复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上半年第三产业持续稳定恢复 2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 两年平均增长5.1% 一季度同比增长15.6% 两年平均增长4.7% 分行业看 上半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1% 20.3%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6.9% 17.3% 6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 两年平均增长6.5% 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9% 两年平均增长11.1% 比1至4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 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 连续16个月高于零界点 从行业情况看 与线上消费密切相关的邮政快递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均位于57%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均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从市场预期看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4% 继续保持在高位景气区间 四市场销售逐步改善 消费升级类商品快速增长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1904亿元 同比增长23% 两年平均增长4.4% 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13.9% 两年平均增长4.6% 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586亿元 同比增长12.1% 两年平均增长4.9% 环比增长0.7% 上半年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84098亿元 同比增长23.3% 两年平均增长4.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7807亿元 同比增长21.4% 两年平均增长4.0%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190192亿元 同比增长20.6% 两年平均增长4.9% 餐饮收入21712亿元 同比增长48.6% 规模于2019年上半年 基本持平 按商品类别分 限额以上单位18个商品类别 同比增速均超过10% 其中7成以上商品类别 同比增速超过20% 从两年平均增速看 除石油类商品外 其他商品类别 商品零售额均为正增长 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 通讯器材类 化妆品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等 9类商品零售额 两年平均增速超过10% 全国网上零售额 61133亿元 同比增长23.2% 两年平均增长15% 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其中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0263亿元 增长18.7% 两年平均增长16.5% 比一季度加快1.1个百分点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7% 比一季度提高1.8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恢复 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加快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55,900亿元 同比增长12.6% 6月份环比增长0.35% 两年平均增长4.4% 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 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8% 两年平均增长2.4% 比一至五月份略降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2% 两年平均增长2% 比一至五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5% 两年平均增长8.2% 比一至五月份略降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8663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7.7% 两年平均增长8.1% 商品房销售额92931亿元 同比增长38.9% 两年平均增长14.7%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1.3% 两年平均增长13.2% 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3% 两年平均增长2.9%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7% 两年平均增长4.8%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5.4% 两年平均增长3.8%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 两年平均增长14.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7% 12%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7.1% 9.5% 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7.5% 34.2%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26.3% 18.7% 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2.9% 28.4%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32.5% 15.9% 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6.4% 两年平均增长10.7% 其中卫生投资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5.5% 14.2%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24.9% 12.5% 六 继续优化 上半年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2% 比上年同期提高0.6%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1.9% 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7.8% 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 六月份进出口总额32,916亿元同比增长22% 其中出口18,122亿元同比增长20.2% 进口14,794亿元同比增长24.2% 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仍储高位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 一季度同比持平 其中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 涨幅比5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0.4% 上半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6%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4%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0.4% 衣着价格同比持平 居住价格上涨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1%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9%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9%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3%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1.1% 在食品烟酒价格中 猪肉价格下降19.3% 粮食价格上涨1.2% 鲜果价格上涨2.6% 鲜菜价格上涨3.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上涨0.4% 一季度为同比持平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1%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个百分点 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8.8% 涨幅比5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1%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 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13.1% 环比上涨0.8% 阿城镇调查失业率与上月持平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的63.5%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 于5月份持平 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 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 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1% 16至24岁人口25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5.4% 百分之4.2%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于5月份持平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6小时 比5月份增加0.3小时 2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亿8233万人 9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 同比民意增长12.6% 这主要是受到去年上半年低基数的影响 来年平均增长7.4% 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2% 两年平均增长5.2% 略低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按常住例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5元 同比民意增长11.4% 实际增长10.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48元 同比民意增长14.6% 实际增长14.1% 从收入来源看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同比分别民意增长12.1% 17.5% 15% 9%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2.61% 比上年同期缩小0.07%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4897元 14897元 增长11.6% 总的来看 上半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 但也要看到全球疫情持续演变 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国内经济恢复不均衡 巩固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 仍需努力 下一步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释放内需潜力 大力筑起纾困发展 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瞻前顾后统筹调节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好 基本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接受大家的提问 好的 谢谢刘司长的情况介绍 下面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开始提问 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右边第三排这位女士 好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那么从刚刚发布的数据来看 我们看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 两年平均增速是比一系度有所加快 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在带动经济的增长 您如何评价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表现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从刚才介绍的各个方面的数据来看的话 今年上半年我们可以说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得到了持续的拓展和巩固 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 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 那么从特点上来讲 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 一 经济持续恢复增长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7% 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7.9% 环 环比增长1.3% 两年平均增长了5.5% 比一季度加快0.5% 那么从相关指标看 上半年全社会的货运量同比增长了24.6% 两年平均增长7.2%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6.1% 两年平均增长7.2% 第二个特点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首先是产业支撑得到加强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3% 比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点 制造业的占比得到提升 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9% 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 其次消费拉动作用增强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2.5个百分点 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 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 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的商品零售额 两年平均增速都超过了10% 第三 短板领域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 社会领域投资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4.6%和10.7% 分别快于全部投资10.2%和6.3个百分点 最后是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也在缩小 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61% 以上年同期缩小了0.07% 第三个特点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首先是新市场主体较快增长 绿叶末根据统计局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统计 法人单位数首次突破了3000万个 同比增长了16.6% 其次新产品较快增长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 两年平均增长13.2% 比一季度加快了0.9个百分点 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的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是27.4% 两年平均增长12.5%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4.2个百分点 那从产品看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产量 同比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新业态新模式成长壮大 上半年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两年平均增长16.5%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3.7%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已经突破了500亿件 那么接近2018年全年的水平 第四个特点 质量效益总体提升 首先是企业盈利增强 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 是同比增长了83.4% 那么两年平均是增长了21.7% 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7.11% 比上年同期提高 提高了2.05个百分点 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1.5倍 其次财政收入也是在继续增加 一至五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同比增长了24.2% 产能利用率上升 二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4% 比上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提高了1.2个百分点 第五个特点 民生保障持续改善 首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 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 也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 二季度末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1.8亿人 基本恢复到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 处于比较低的涨幅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是实际增长12% 两年平均增长5.2%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那么从上述五个方面看 上半年国民经济可以说是持续稳定恢复 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全球的疫情 仍然在持续的演变 外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那么国内经济恢复仍然是不均衡的 巩固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仍然需要努力 所以下一步要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决策部署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释放内需潜力 大力筑起纾困发展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好 第一个问题我就回答在这里 谢谢 好的 下一个问题 中间 第二排 这位男士 谢谢 彭博先生 你刚才提及到货币 我的问题是关于货币的增长 最初的货币的增长是5.2% 实际上的2年平均的增长 比对经济增长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last week in its 5-year plan that retail sales will grow 5% a year through 2025 How can the economy rebalance and dual circulation be successful if incomes and retail sales are growing much slower than the overall economy? Thank you 请翻译一下问题 您好 我是彭博社的新闻记者 刚才您提到了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的实际收入 两年平均增长是5.2% 略低于经济增速 那么我们也之前从商务部了解到 在十四五时期 全国的零售品的销售总额 预期的目标是要提升5% 这是从今年到2025年之间设定的一个目标 好 那么就您刚才所发表的数据显示 这个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略低于经济增速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如何成功地实现双循环的目标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您的提问基本上是关于就是 上半年的这个收入的一个判断 那么从我们目前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数据 我们刚才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 您应该讲 今年的上半年 城镇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两年平均是实现了5.2% 那么这个速度和上半年 GDP的两年平均的5.3%是基本同步的 考虑到去年以来我们遭受这个疫情冲击的 这么情况下 可以说实现5.2%的这个人均收入的增速 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从这个具体的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 那么推动这个收入实现5.2%的增长 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的恢复 就业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那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比较快的增长 那么今年上半年 工资性收入是同比增长了12.1% 那么两年平均是增长了7.2% 然后第二个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是这个 随着各地持续加大了民生保障的力度 提高了养老保险养老金的标准 加强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及时做好社会救济和临时救助 那么人均的转移性的净收入是增长了9% 然后两年平均是增长了8.6% 第三个结构性的因素是这个 随着这个疫情防控的形势逐步的好转 那么经营的活动是逐步的在恢复的 所以从这个反映在数据上 经营性收入上半年是同比增长了17.5% 那么两年平均是增长了5.6% 应该讲实现这个收入可以说是既有这个经济恢复的因素 带动了就业增加 然后进而带动收入增加 同时也有政策支持的因素 各个地方都是加大了民生保障的力度 同时也有各个经济主体自身的努力可以说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 我们认为这个5.2%的这个增速是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 而且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 内生的动力是在持续增强的 然后市场的主体的活动也是活力不断的这个增强 那么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的话 我们认为下期的这个收入增长 还仍然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 那么从而对这个消费 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好 谢谢你 请大家继续提问 左边第五排靠边的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香港紫金杂志记者提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三星经济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如何评价三星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未来还将如何促进三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前一段时间正好公布了这个 2020年三星经济占GDP的比重这个数据 那么首先我想大家回报一下这个2020年三星经济的这个基本的情况 总体上看2020年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的冲击 和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影响 但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继续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算下来全年三星经济的增加值占比是17.08% 那么比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 三星经济的增加值呢 比上年名义增长了4.5% 比同期的GDP高出了1.5个百分点 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应该讲三星的经济的这种的持续的加速 然后持续的占比的提高 应该主要归结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 2020年我国这个R&D与这个GDP的这个比之比达到了2.4% 那么比2015年那是提高了0.34个百分点 第二个因素呢是这个科技人才的队伍持续的壮大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研发人员总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首位 第三个因素呢是科技产业化的步伐不断的加快 那么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不断深化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带动新产业快速发展 十三五期间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10.3% 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第四个因素呢就是政策支持的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的 那么可以说去年发生的这个疫情啊 对新产业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国家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化危危机 针对重点的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 比如包括加快完善一企业为主题的技术创新体系 采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等创新支持政策 加大双创的力度 可以说创新引领的作用显著增强 有力地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长大 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的话 可以说三星经济的这种快速成长发展的这种态势得到了延续 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状况 然后新产品的增长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的新商业业态的增长的状况 可以说这些三星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 那么对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也是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好 谢谢你 下一个问题 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谢谢发言人 向今一导报记者提问 请问怎么看待双坛目标对经济运行的压力 一些地方为了降能耗会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 比如对高耗能企业实施限产 以煤电为例呢 短期内如果限产量过大呢 可能会对煤电的供应造成不稳定会造成 部分地方出现电力紧张的局面 也会影响到经济稳定增长 你认为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绿色转型和稳增长的关系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关于双坛对短期经济的影响 我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的阶段 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那么碳达峰 碳中和 既是我们向世界的一个庄严的承诺 那么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要求 是现代化进程的可以说是必由之路 那么从我们当前的这种发展阶段看 我们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确实是任务很重 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推动这个绿色的转型发展 可能会抑制部分高耗能行业 高排放行业的这种短期的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 绿色转型发展也将创造新的需求 催生新的产业 那么像节能环保 清洁能源 这样的绿色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也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积极应对挑战 推动中国经济新闻支援 谢谢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右边第五排这位男士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就业数据 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如何 数据显示16到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达到了15.4% 这个比一季度末要增加了近两个百分点 请问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变化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您刚才读我们的新闻稿读得很细 从就业总体的判断 还有结构性的问题都有关注到 那么从今年上半年总体来看的话 就业形势可以说是总体稳定 今年上半年在一系列减负文港扩就业政策的作用下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半年平均是5.2% 比上年同期是下降了0.6个百分点 那么比一季度也是下降0.2个百分点 从各月的情况下 除了二月份是5.5%之外 其他的几个月都是在5.5%以下 那么全国城镇的新增就业是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 百分之六十三点五 那么在五六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 这个5%比上年同月是低了0.7个百分点 那么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这种回落 应该说主要归因于经济持续的稳定恢复和我们的稳就业的政策 从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上来看的话 这个就更加突出一些 那么25到59岁主要的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 今年上半年六月份下降到了4.2% 那么这个比上年的这个同月是低了一个点 从月头之间看也是持续回落的 当然在看到总量稳定的同时 我们要看到就业结构性的矛盾也在凸显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随着这个六月份毕业季的到来 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不断的增多 就业压力明显增加 那么带动青年的失业率也是在明显上升的 六月份16到24岁城镇的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5.4% 比上个月是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和上年同月是持平的 那么就是从中间分组的20到24岁的这个 这部分人员的失业率还要更高一些 所以说对这个就业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可以说是在凸显 那么当然我们从下阶段看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种形式下 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 劳动力市场是在不断回暖的 那么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志愿 虽然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 和去年相比也是更加趋于稳定 求职活跃度也是明显上升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确实今年高校应届的毕业生规模 达到了909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这个总量的这种就业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所以下期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就业优先的政策 延续实施减负文港 扩就业政策 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 优化就业服务 扩大就业容量 供估就业稳定的这种态势 请大家继续提问 左边第三排中间这位女士吧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那我们注意到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在持续恢复 您怎么来看待当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另外呢当前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和疫情前增长水平 相比的话还是有较大差距 从下阶段来说应该如何扩大有效投资呢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您的关注点是在这个投资的这个判断 然后投资下阶段的走势上 那么从今年上半年总体的这个投资的这种 阅读的变化态势来看的话 应该讲呈现了一个持续稳定恢复的态势 上半年总体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是增长了 百分之4.4 比一季度是加快了1.5个百分点 总体是在加快的 那么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的作用呢 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比较快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两年平均增长是14.6% 比一季度加快了4.7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的制造业投资和服务业投资 增长都是在加速的 第二个方面是这个社会领域的投资增长比较快 也就是不短板的这部分投资是增长比较快的 上半年社会领域的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10.7% 比一季度加快了1.1个百分点 其中这个卫生和社会工作的这种投资都增长20%以上 第三个方面是民间投资增速开始加快 上半年民间投资两年平均是增长了3.8% 比一季度是加快了2.1个百分点 所以说我们说投资 高技术这块就是强动能的投资 然后不短板的投资 再有就是反映市场活力的这部分投资 应该说都是在加快的 总体上投资对这个有效投资 对这个优化工具结构的这种关键作用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那么从下阶段判断的话 反正目前支持这个投资 持续恢复的这种有利因素 是在不断的增多的 首先是市场活力是在逐步增强的 从今年1到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 和服务业企业利润可以看到 企业效益是普遍好转 那么有利于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和能力 第二个因素是资金保障比较有利 上半年到位的资金是同比增长了16.8% 那么这个16.8%增速是超过投资 12点多的增速的 三是稳投资政策在持续发力 那么十四五规划确定了一批重大的工程项目 在陆续的部署推进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6月份新入库的5000万元的 及以上的大项目 是超过了1.4万个 那么环比增长11.6% 第四个我们觉得这个因素可以说从长期看 我们先看新型的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可以说都蕴藏了巨大的投资空间 在推动成像城市的更新改造 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 实施乡村的振兴战略 然后优化和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 加快传统的产业的转型升级上面 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潜藏着很大的投资潜力 所以我认为总体上 支持下阶段的投资 将会继续保持一个持续恢复的这种态势 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 右边第一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是CNBC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 这些数据是对于下半年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这个出口它会不会持续 然后在消费方面我看到这个汽车类是有增长 那这个跟汽车行业的一些六月份的数据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背后有什么主要的因素 谢谢 所以是两个问题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确认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外贸增长的一个态势的判断 第二个就是汽车产业 好 关于外贸的这个走势 前两天我们有关部门已经对全面的数据都已经进行了公布 那么从这个总体的数据的情况来看的话 在这个国内外经济持续复苏 以及去年基数比较低 这些因素的这个共同作用下 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可以说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27.1% 和2019年同期相比的话增长了22.8% 那么这样算两年平均的增速的也都会在10以上 那么上半年行使这个外贸形势总体不错 那么展望下半年的话 我想要关注到这个两个方面的因素吧 第一方面 目前这个全球的疫情走势仍然是错综复杂的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仍然比较大 那么外部环境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这个会对我们的外贸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另外一方面 海外的需求目前是处于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 那么国内需求呢 也在继续的回升 同时我们的企业 从这个多年以来可以说 应对这个外部变化的这种调整的能力 是在日益增强的发展的韧性比较强 所以说外贸出口 应该讲也拥有比较多的有利条件 所以从综合判断下来 我们觉得全年外贸的进出口 还是有望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的 第二个呢 关于您提到这个汽车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问题 汽车的这个今年这个总体 如果是看上半年的这个情况的话 应该讲总体上汽车行业是 上半年是同比增长了21.8% 虽然确实最近两个月有所回落 但是呢总体上半年是汽车行业增加 只是同比增长了21.8% 那么两年平均是增长8.6%的 那么这两个速度啊 可以说都是快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整体的增加值的增速的 就是说不管是这个 就是同比的增速 还是说这个两年平均的这个增长 增速都是快于整体的 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当然汽车行业的这种增长啊 也受到了就是说一定的这个制约 比如说刚才大家都普遍关注的这种芯片短缺啊 还有一些政策的调整啊 他们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汽车产业的这种发展呢 造成一定的这个制约 比如说带来这个工和周期长啊 然后这个成本上升啊 这样的阶段性的影响 但是呢也要看到哈 目前我们从总体上来看 应该讲我们的汽车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和发达的国家 应该讲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这个发展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短期来看呢 目前在这个需求上升 价格上涨的这些信号带动下 像这个集成电路的生产啊 都在逐步的加快 所以虽然说这个外部的这种环境比较复杂严峻啊 那么这个全球生产能力的恢复 可能也要需要假以时日 那么总体上看呢 我们觉得这个汽车行业啊 从长期来看 应该讲还会这个有这种 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的这种潜力 谢谢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左边第四排中间这位女士吧 谢谢主持人第一财经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对产业链中下游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小企业利润承压 请问您对接下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怎么看 中小企业如何应对 另外猪肉价格在持续的下行 成为CPI的主要拖累项 您认为当前猪肉价格是否已经触底 对全年的通胀怎么看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也是涉及到了至少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第二个呢是这个CPI的走势 我分别回答一下 首先这个是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这种走势 那么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看呢 就是今年上半年 总体的工业品的出厂价格 是平均上涨了5.1% 那么比一季度呢是扩大了三个百分点 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这种 在二季度的这种涨幅的扩大 主要呢有这么几个因素的影响吧 首先当然是这个经济在持续恢复 需求在不断扩张的这种影响 那第二呢就是还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的这种输入性的影响 那么今年六月份 国际能源价格指数是同比上涨了92.6% 非能源的价格指数呢是上涨了43.2% 那么这个涨幅都是非常比较高的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同期 去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 在去年的这个二季度 受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从二月份开始这个PPI就开始持续的 这个是下降的 那么尤其是去年的二季度 整体上每个月的这个价格都是在 同一都是下降的3%以上 所以呢今年这个二季度的这个PPI的同比涨幅 明显的扩大 那么给很多的中下游的这个产业 然后给中下游的小微的企业 带来了比较大的成本的压力 那么但是呢从这个我们这个总体上判断的话 虽然这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的这种上涨压力 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 工业品的供应能力是比较充足的 与此同时呢这个近期我们各个部门 就是有关部门采取的国内大宗商品价格 保供稳价的政策效果 目前已经在初步显现 那么六月份的这个国际品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8.8% 是比这个五月份回落了0.2个百分点 所以总体上国际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哈 是总体可控的 另外你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CPI的这个走势 其中包括对猪肉价格的这个判断哈 那么从这个CPI来看呢 今年上半年哈 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温和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 上半年CPI平均是上涨了0.5% 那么这个涨幅呢 比这个上年同期说回落3.3个百分点 处于一个就是从这个近年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么从月度的变化看哈 六月份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是上涨了1.1% 比五月份是回落了0.2个百分点 那么从结构看哈 食品价格有涨转降 可以说是影响CPI涨幅回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是下降0.2% 那么去年同期呢 CPI的食品的价格是上涨16.2% 可以说是从去年同期的上涨16.2% 转为下降0.2% 那么从这个上拉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 转为一个下降的因素了 那么影响了这个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哈 下降的是0.04个百分点 其中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猪肉价格哈 同比已经连续9个月下降 上半年平均是下降了19.3% 那么影响这个CPI下降 约0.45个百分点 可以说今年上半年 居民消费价格的这种温和的上涨力 食品价格又涨转降 可以说是影响它涨幅 总体回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中猪肉价格又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那么从这个非食品来看呢 非食品价格来看 今年上半年非食品价格是上涨了0.7% 那么这个涨幅呢 和去年同期是持平的 那么影响了这个CPI上涨 大概是0.57个百分点 那么在非食品中 主要还是能源价格上涨比较多 那么今年上半年 汽油和柴油价格 分别是上涨了8.5%和9.2% 合计呢影响了CPI上涨约0.24个百分点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讲 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居民消费价格的 这种温和上涨 可以说是有食品价格 有涨转降的贡献 也有这个非食品的价格 涨幅比较平稳的这种贡献 那么从这个下阶段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我想从这个影响这个CPI的三个板块来看 那么从食品来看的话 大家刚刚我们昨天刚刚公布了这个夏粮的产量 大家看到夏粮可以说载货丰收 所以粮食价格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那么猪肉价格随着这个生猪生产可以说持续恢复 然后国家收储政策呢又有一个支撑 所以猪肉价格有望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 总体上看食品价格 在这个粮食再货丰收 然后猪肉价格保持稳定的这种情况下 总体上涨的压力不大 那么从第二个板块工业消费品来看呢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会带来部分工业消费品 它的有所上涨 但是从长期来看 我们的这个供给能力比较的强 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强 产业体系比较完整 所以工业消费品的市场供应 总体比较充足 工业消费品的价格 不存在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 那么从第三个板块服务来看 目前服务价格今年上半年 因为这个持续受到这个疫情的 这种散发疫情的影响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近年来的低位 今年上半年服务价格是 同比上涨了0.3% 那么下阶段呢 随着这个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 那么餐饮啊 住宿啊旅游啊 这样的消费需求将会逐渐恢复 市场信息呢不断增强 加上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速 也是在加快的 服务价格呢 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 但是总体上看 因为考虑到疫情防控的 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影响 总体上看服务价格呢 也是有保持一个这个小幅的这种上涨 所以从这上面三个板块的 未来的这种发展态势来看 我们说综合判断 全年啊 物价保持温和上涨 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那么实现全年3%左右的调控目标 也同样有基础有条件 好 谢谢 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好吗 右边第二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我想问发言人员的是 就是前几天央行进行全面降准 这个其实市场上有解读说 是因为下半年的这个 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所以提前的 让政策更加宽松 就这一块你怎么看 怎么回应 然后另外就前几天那个 总理召开的经济座谈会上提到 说我们要加强这个 跨周期的调控 尤其要注意应对一些 周期性的风险 想问的是 就是这个跨周期调控 应该怎么样调控 然后当前我国经济 主要面临哪些周期性的风险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想你的提问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这个 对未来的 比如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的 一个判断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这个宏观政策的 这个走向吧 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 首先啊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经济未来的走势 会怎么样 那么从刚才我们公布的数据 来看的话 今年上半年 可以说是经济 这个持续稳定恢复 那么供需循环呢 一直以为的畅通 那这个基本面呢 应该说为下半年的经济运行 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从这个影响下半年 经济走势的因素来看呢 我想总体上可以说 支持经济 进一步的恢复 然后进一步向好的这种因素 是在逐渐的累积 逐渐增多的 首先啊 第一个是这个经济的内生动力 逐步增强 今年上半年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达到80.9% 那么这个呢 比一季度是上升了4.9个百分点 然后其中啊 这个市场销售是在稳步回升的 今年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两年平均的增长是4.4% 那么比一季度是加快了 0.2个百分点 投资呢 也是在持续稳定的恢复 这个两年平均增长 同样是4.4% 比一季度呢 是加快了1.5个百分点 说明我们的内需 对这个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是在逐步增强的 第二呢 是这个市场信心 也是在不断增强 也就是说市场主体的信心吧 不断增强 6月份这个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是50.9% 已经连续16个月 位于景气期间 那么这个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 和综合PMS的产生指数呢 也都位于比较高的景气区间 那么这个反映了 这个市场主体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这种信心 对这个未来的增长活力的信心 是比较是在持续的扩张 持续改善的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讲全球经济 目前也是延续了这种复苏的态势 为我们的这种外需的这种增长 应该奠定了一个基础 6月份这个全球综合PMI是56.6% 保持在这个15年以来的高位 那么WTO最新的预计 说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量 有望增长是8% 那么这个8% 也反映了全球贸易的这种复苏步伐 是在加快的 这个有利于我们的外需 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那么还要看到呢 这个在我们的经济基本面 供需各方面基本面 在稳中下好的同时 宏观政策继续保持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政策 是在不断地落实落地的 那么这也有利于为企业纾困简难 持续为市场注入生机活力 所以说尽管我们看到说 我们展望下半年 目前这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 仍然是比较多的 就是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我们内部来讲 经济增长的这种不均衡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原材料价格上涨 对这个小微企业 尤其是中下游的企业 带来的这种生产经营的压力 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呢 从总的这个基本面来讲的话 我们的供需循环也好 我们的这种市场的信心也好 还有从这个 我们的这种内需的 这种持续的增强也好 从这些方面判断 我们讲下半年 中国经济还是有望保持一个 持续稳定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 第二个您说到了就是 就是下一步 我们的这个宏观政策 这个它的这个取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今年这个总体经济 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 一方面呢 要看到这个大的这个态势是向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 我们目前的国内外环境 还是错综复杂 特别是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给企业的成本 这个带来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针对这个运行中存在的 这些这样的这些突出问题吧 还是要按照这个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做好这个跨周期的调节 应对刚才您看到的 可能发生的这种 周期性的风险 尤其是 我觉得要把这个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放在重要的位置 通过这个深化方管符的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给中小微企业 更多的成长空间 为这个推动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 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谢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 中间第一排这位男士吧 你好 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提问 我们看数据显示 一至六月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同比增长 比例达到17% 您如何评价这一数据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你看数据看得非常细 就是外商及港澳台 投资增长了17% 这个同比增长 应该讲 也是 快于我们整体的 这个工业的增速的 工业今年上半年 整体的工业增加值是 同比增长是15.9% 那么这个17.1% 确实是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还是增长是比较快的 这也是这个说明 这个我们这个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在这个 应对这个疫情冲击 然后适应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 应该讲充分发挥了这种 就是应变的能力 然后呢 同时我们的政策 也在不断的 就是在这个 给予各类企业吧 以更多的这个支持 给予实体经济更多的支持 总体上来讲 应该讲 那上级港澳台投资的这种增长 也验证了我们的这个 总体经济的这种恢复 说明市场主体的这种 经营的状况 也是在不断的好转的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刘司长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 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好